一约奥运会正荣之曾经差点被吊马龙 一度一二比零领先 六边行战士几乎被打崩溃 那么他遇到樊振东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一起来看比赛 樊振东开局就表现强势 很快一五比二领先 正荣直发球失误 可能是有点紧张 拧这一拍开始发动进攻 让他摆 这个球 应该是樊振东的球 对 相吃是小胖的墙下 蒸熟中炮打穿对手 好球 还比一般强 看这锦球打的正容值都非常不舒服 锦球的位置 漂亮 樊振东接发球直接一把扣杀 拿到绝点 正荣直接发球下网 樊振东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开始 第二局正荣直强势反击 很快五比二领先 反正正打出神仙穿越球 对手无可奈何只能哭笑 反正这个穿越球的真漂亮 步伐跑得也快 正荣直发球直接得分 8比6领先2分 樊振东打出一个擦边球 比分扮成9平 樊振东回球下网 正容值拿下关键一分 来到局点 小胖 小胖关键时刻赶发力 一个正手中刨扳平比分 后面的质量一般比 改动按 好球 觉得很漂亮 好的 顶出去 对 中间 对大脚 对 有了 樊振东不杀得分 在这一局里第一次领先 这就是樊振东的能力 短的 有了 扛住 正容值也毫不手软 再次将比较安平 可以 对啊 他还是想 还是还是 好球 两人谁也不能终结比赛 比分一直交替上升 对 反而长 这几个地方 当 这个质量太高了 这些在相持过程中这几把节奏已经非常好了 对 质量很高 你看 哎呀 漂亮 那两个神仙球 这手穿越 凡震东再次打出穿越球 可惜打在侧面 阵容值得分 两人14平 这人说强侧身了 好球 多板的相持漂亮 好球 三种顶住了 对 这是尽力了 你看 18版武艺全用出来 这个就跟打在墙上一样 小胖关键时刻毫不熟了 连得两分尽难拿下第二局 第三局开始 漂亮 凡震东提前预判 揭发球直接暴冲得分 非常提示器 对 嗯 偷了一个直线上去 这个凡震东没想到 对 凡震东撤成了 还以为对 漂亮 两人再次打出精彩回合 郑荣植杀高球出界 郑荣植突然变成反手发球 凡震东意识没有适应 就来了 郑荣植还是反手发球 凡震东已经适应了 只是没办法变化一下 对 本场的赛点 好的 那么11比6 凡震东关键时刻不手软 敢于法力进攻 整体实力都高于对手 能赢下比赛很正常 而郑荣植也有精彩发挥 反手相持质量很高 落点的调动 也给凡震东制造了不少麻烦